在被五党王陆飞打倒的那一刻 被誉为最强生物的凯多 一定会想起 仅用一招雷鸣八卦 就打败第五皇的 那个不太遥远的下午 海贼1045号一出 好多兄弟表示 接受不了建议凯多要么报警 要么变成混兽种七龙珠形态 召唤赛亚人 其实大可不必 看似陆飞占凯多的风格 那有点搞笑 但如果细看一下 就会发现 真的是别有洞天 先说重点 陆飞的眉毛 打眼一看就会发现 这是文斯默克的 缺缺眉的样子 而文斯默克的眉毛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 北下庞克发现的血层因子 加之利用了一下 应用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从而出现了三种情况 有感情身体强 有感情身体弱 没感情身体强 这些特点 完全体现在了眉毛的位置上面 在打亏因的时候 删至身体变强后 眉毛也变了 后来打完了 又变回来了 这其实是血统因子的突然变化 在作祟 然后看陆飞这边 我们先联想下 向剑 狗枪 等等吃了果实的物品 他们是有肉体的 有肉体也就拥有血统因子 但是剑和枪本身是没有血统因子的 那么血统因子就只能来自恶魔果实了 而现在吴老星正式提出动物系果实有自己的意志 这个意志的在底就是果实中的血统因子 那么 陆飞现在莫名其妙的开心大笑 越来越尼卡 这说明当陆飞觉醒时 果实中承载着尼卡意志的血统因子 在陆飞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说白了 陆飞能变成这样 还是因为血统因子的突变在作祟 所以不管是陆飞还是山智 他们都因血统因子突变 身体才跟着变化 眉毛也随之变成了秋秋的样子 那可能有兄弟就要问了 为啥变成秋秋的样子 怎么不变成方方的样子呢 因为不管是哪颗恶魔果实 上面的纹路都是秋秋 所以陆飞果实觉醒也好 山智的科技觉醒也罢 说到根上都是体内的恶魔 在改变血统因子时的一个表象变化 而伟田现在安排陆飞觉醒 可能就是要开始讲述恶魔果实的起源了 我们之前猜测恶魔果实 是月球文明中的一项科技发明 上期已经聊过 强烈建议大家得控点文赞去看一下 那么了解了这些就会发现 从1044化觉醒到1045化中间陆飞泪趴下 这个觉醒的过程中 恶魔果实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一直在表达尼卡果实的血统因子 可以理解为尼卡占了八成 陆飞占了两成 那我尼卡几百年没出来玩了 当然要好好玩一玩了 搞大海毒的肚子玩跳伤变大吓唬小朋友 这都是尼卡在玩了 瓦儿当然就要滑稽了 当然就是这个吴老星说的天马行空啊 令人忍君不禁的能力了 尼卡呢一直瓦儿到了什么时候呢 瓦儿到了陆飞体力耗尽啊 甚至消耗了生命 都老成荒原了 这才罢休 所以老化后的陆飞呢 哎 占了九成 尼卡只剩一成了 这个时候陆飞的意志才占据了主导 这才念叨起啊 哦 警卫门 哦 逃着祝贝德罗 才想起了自己要达到凯多的目的 于是帝王隐情了 统统统统奏响了心脏之音 可是一奏响音乐 哎 尼卡又来了 这次尼卡啊 大概占七成啊 陆飞占三成 所以呢 他起来啊 就是又笑又跳啊 呈现出尼卡的状态 不过这次 还好有你们的老婆大哥在呀 他喊了一句啊 陆飞 陆飞的意志呢 才恢复了一些 于是陆飞占了六成啊 尼卡占了四成 所以他在挨夺的狼牙棒时呢 就没有像之前被尼卡占据时那样 哎 被打到了城堡内 而是有意识的 在用眼神啊 去看 去防御 让脑袋呢 跟着狼牙棒变形 让地面呢 跟着软化剪震 这看似啊 很搞笑 但细想一下 其实 哎 这是在修理 在降低伤害呀 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所以相比于武装色 或者铠甲的硬化防御 这种软化的修理 在海贼里啊 是很特殊的防御能力 而防御效果嘛 从凯多这个感叹号 哎 就能看出 连剑多石广罪阳生物啊 都有点惊讶 哎 还是很好使的 接着陆飞的意志啊 占据主导后啊 他不跟凯多闹着玩了 抡出了缠绕霸王色 和武装色的拳头 连招式名字都没有 一拳就击倒了 双手持棒防御的最强生物 而这一拳呢 打凹陷了凯多 还从后面出来了 哎 这怎么解释呢 再看前面的小细节 陆飞进入凯多身体内 这是脚 这也是脚 上面还有两只手 凯多看着大起来的肚子 也困惑说 我怎么变橡胶了 哎 这说明啊 陆飞觉醒后啊 不仅可以改变周边物体 甚至可以把人改变成橡胶 所以凯多变跳绳了 拳多少圈啊也没事 因为凯多当时就是个橡皮筋 同样手从凯多眼睛里伸出来啊 也没事 因为凯多的眼睛就是橡胶眼 那么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来演示一下 橡胶拳打中了凯多的头 凯多的头啊就已经变成了橡胶了 这里这里这里啊 全是橡胶 那么橡胶啊 我王乐飞就可以像之前 给凯多撑大时呢 一样操控他的形状了 于是啊 这里就变成了拳头 造成了这种打爆头的效果 毕竟啊 此刻还有三四成的妮卡在 还是想皮一下很开心的 总之啊 把这个凯多脸变成橡胶呢 是妮卡在玩 而这个缠绕着武装色和霸王色的一拳呢 才是陆飞对凯多实实在在的伤害 哎 这么看呢 就会发现 原来这场战斗中啊 滑稽的啊 是妮卡 陆飞和凯多呢 尤其是凯多可是一直在认真战斗 所以啊 我希望认可以上这个说法的呢 看法的呢 兄弟们啊 能点个赞 或者转发给你的海米兄弟 因为啊 这一话评论区啊 感觉接受不了啊 觉得海贼变成了搞笑漫的 这种声音非常之多 其实啊 海贼一直都很严谨 只是要细看才能发现 哎 细看海贼看谁啊 哎 看啊 忘不忘才忘 运到忘 然后等凯多被打败啊 陆飞的意志如何完全占据和操控觉醒状态 或者怎样才能和妮卡的意志达到友好相处 这才是陆飞后面再次成长的必经之路 而同样删至短暂的出现了杰尔玛的身体 索隆眼前呢 也突然出现的可能是炎魔带来的死神 这都是之后要克服的困难 所以啊 轨道这一战中 韦田不仅仅是为后续剧情打了非常牢固的基础 还非常明显的从战力角度安排了主角团的成长空间